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来学习感应篇会篇解药 第37条 六主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昨天晚上我到台中联合中医 去给李医师看病 他那个看诊的背后一个玻璃 他写了之后就是六主讲的一首祭 那么这一首祭也是禅宗六主 给大家一个开示 一切福田 这个田它是能生长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五穀杂粮生长粮食的 那么成为田 那么如果粮田 那么我们种这个五穀 那么就能丰收了 如果是不好的田 种下去恐怕就没有收成 那么在佛经把这个田 拿来做一个形容 比喻 福田也就是说 我们种了这个田 就是种在这个地方 它能够生长福报 能够生长福报 那么这一块田地就叫福田 那福田在哪里呢 我们在一般寺庙都会看到 功德乡写的广众福田 写的这四个字 这个寺庙里面 那么我们以后如果到寺庙去 我们要坚一点 请到这个福田乡 看到这四个字 我们就要想到六祖 这个开示 就要想到 这个一切福田 不理方寸 这个方寸 也是形容比喻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脏 我们这个心 这些方寸就不大 大概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 这次 被我们做一个形容比喻 这个方寸 其实我们的心 并不是在这个心脏 那个心脏不是我们的心 我们能够思维想象 不是那个心脏在思维想象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身体是一个 就像一个机器 一个工具 就像我们这个电视 电脑 它是一个机器 它一个机器 但是你要有那个信号 电波 它才能有种种的节目出现 不然你只有那个机器 它也没有这些东西 它只是一个机器 所以这个心 我们要搞清楚 不理方寸 就是我们这个心 心 我们不要误会是我们心脏 现在这个心脏 医学发达 可以移植 这个 假的心脏移植到乙的心脏 那个乙 它的思想行为 它不会变成假 它的习惯不会变成假 那这个 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理解 现在医学发达 那么也 可以解释 我们对佛经不了解的地方 那透过这个 我们也了解 佛经里面讲的真实意 那么不理方寸就是我们这个心 我们这个心 这个福田 就有静田 有 这个 悲田 这个静田 就是 孝养 有恩田 恩田是孝养父母 孝养父母 像 关经 关无量寿华经 静业三福 那么第一福就是 孝养父母 奉输师长 执行不差 修食善业 那孝养父母 是恩田 父母恩最大 父母恩最大 这个父母纵然 把我们生下来 没有养我们一天 那个恩也是 大的不得了 因为呢 有一些人 他生下来 他就送 小孩就送给人了 很多 那个 生父生母没有养他一天 那养父养母 当然功德很大 这个恩 跟生父生母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生父 生母生这个身体 那你也没有这个受用 你这个身体是从他来的 不然你没有 那养父养母要养 没得养 所以这个 也要知道 那这个叫恩田 要报父母恩 那我们常常讲 上报是从恩 下去穿土 我们念回向去 常常念 这个叫恩田 第二个叫敬田 敬就是 恭敬 奉仕师长 奉仕师长 奉仕师师长呢 这个就是 恭敬三宝 在初世间佛法 恭敬三宝 恭敬三宝是敬田 你恭敬三宝 你就得福了 那么在世间法来 恭敬老师 师长 奉仕师长 你会得福报 一个孝 一个敬 孝是恩田 敬是敬田 那么第三个叫悲田 那么这个慈心不杀 修慈善 你这个悲田 就是对众生慈悲 有慈悲心 那这个悲田 最主要不杀生 那包括我们生活当中 悲悯 看到别人有苦难 就像自己受苦难 就发心 要去帮助他 那么你有这个心 要帮助人的心 这个就是 在修复 这个叫悲田 你有慈悲心 你就有福报 那么这个 小的慈悲 小的福报 大慈大 比较大福报 那佛菩萨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福报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人逆己逆 人逆己逆 这个看到人逆水 就好像自己掉到水里面 人鸡几鸡 看到别人没饭吃 就像自己没饭吃 这种怜悯心 如家讲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侧隐就是会有同情心 这个是 这个是悲心 是悲心 所以 都是向哪里求呢 不是到外面求 不离方寸 这个也就是了凡世信讲的 你 这个 不能到外面求 外面求就变外道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你命中有 你求得到 命中没有 你就求不到 如果向内心求 你命中有 当然求得到 命中没有 也能求得到 所以 关键都在我们 一个存心 一个念头 你就感召福报 还是灾祸 我们前面学习到 魏仲达 他那个公案 他还不到40岁 有一天死得到 被抓到阴间去 那个冥官 这个冥官就是 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管辖的 下面 阴间的官 阴间的判官 司法官 用这个 扇二 用天平去称 那个二的这一头 快到屋顶 扇的只有像筷子一样 一卷小小的 那一称 那我们一看 当然这部二的比较重 那个扇的就 一卷那么一点点 那个一定是比较轻的 结果趁下去 反而那个一点点比较重 那个 二路迎庭 那个反而比较轻 那么他就觉得 很奇怪 我都还没有40岁 哪有造那么多的恶业 我哪有干那么多的坏事 这个冥官 这个阴间的判官 就告诉他 他说 坏事不要等到你去做 你起一个 不好的念头 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那种不正当的念头 阴间 鬼神就记录了 不带你去犯 就记录了 那么 那一件善的 是什么呢 他说 那个是你 对朝廷 这个 欠 朝廷 不要见山山大桥 劳民伤财 他说你这个念头 没有为你自己 没有为你自己 你是为全国人民 为国家 为社会 没有为自己 你这一念心是公心 而且为全民 不为自己 没有私心 完全为了国家 起这个念头 就是你的咒书 你 欠皇帝 不要盖 劳民伤财 这个 还不是很 需要 他说 皇帝也没同意 造盖 他如果同意 你福报就更大 虽然没有同意 但是你这一念心 你是为万民 没有为你自己 所以你 这一条扇 就压过你 那个恶乎迎庭的恶 他听了访然大悟 原来起心动恋 差别就这么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修福 不一定说 我要拿多少钱 那钱当然 这个也是需要 但是 关键还是我们起心动恋 我们起心动恋 那么我们起心动恋 举一个善念 不要为自己 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到我 就不想别人的 自己有好处的 自己赶快吃完再说 不会说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要跟大家分享的心 就是共 共心 自己思想 不要给他吃 我自己来想 那叫死 这个叫恶 如果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叫善 大家可以从生活当中 你自己去 从这个地方 具体去体会 我们的起心动恋 到底我这一念是善还是恶 你就会很清楚 所以你要 积功累得 你要修福 不是说一定要花什么钱 你时时刻刻为别人想 为大家想 有慈悲心 看到一些有灾祸的事情 我们虽然能力达不到 但是 也要有同情心 我们也要跟他念佛回向 那这个就是你积功累得 像恶物战争 以他战争 我们也无能为力 那我们能做 帮他写牌位 念佛帮他回向 我们看得也是很可怜 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战争 所以 那这个心 你不用花钱 分解在你的起心动恋 你有没有花这个心 花这个慈悲心 这个叫悲田 孝养护母 是恩田 这个 恭敬三宝 敬田 奉仕师长 恭敬三宝 叫敬田 这个三种福田 那这三种福田 都不离开我们的心 都是我们心去感召来的 所以你要修福 不用花钱 就问自己这个心 我现在的心 是什么样的念头 善念还是恶念 自私之地 还是 为一切终生 为家人 为社会 为国家 为其中生 那么在一个团体 为这个团体想 那个心就公了 就为自己 比如说在一个道场 就为自己 就为自己打算 他从来没有说 要为这个团体 这个道场 做一些什么奉献 这个叫死 所以 修福 在哪里修 就在我们的方寸 我们要怎么修 完全在自己的一面之间 立竿见影 起一个善的念头起来 马上感应急诚 起一个不好的念头 感应凶诚 好 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那明天 我到 这个 福州 去做法会 原来 这个 他们 给我建立说 山上 百期 七个百期 圆满十几年 不容易 那么有一些 常住法师 常住的义工 常年都在身上 那么 这个 招待他们去 大陆走一走 那这个 原来 费师 他提议说 到上海杭州 去旅游 后来 我说 他们都没有 去过福州 你看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所以 我带他们去福州 他们才有福 这个福州 就是有福之州 这个福建 福建省 它是五福 福建省一福 福清 一福 福州一福 福安一福 还有一个福顶 我去做过法 福顶 福建 福顶 福安 福清 福州 这个叫做五福 五福 五福临门 所以他那个福建省 他有这个五个地方 这个福清 福顶 我都有去做过法会 福州 三个地方 那么我们去 原来说 就是那个五董盖的阿密陀大饭店 在大陆能够用那个阿密陀大饭店 不容易 这个能够正式申请出来 那么他们也没去过 说 大家都没去住过阿密陀大饭店 应该先去那边 那其他地方以后再说 所以就请他们去 那么我就看到现在 二物战争 以哈战争还没完 我说 我们也不能纯粹去玩 我们去也要做两天法会 去消灾消灾 因为大陆灾难也很多 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百期 所以 现在找我去玩 我是在讲没什么心情 那时候这个要招待他们 当然也是需要 他们辛苦十多年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 也可以大家 分批过去 因为福州离这里很近 这个 可以跟这个慈师讲 方慈师讲 如果大家有意愿要去 可以跟他讲 联络一下 联络一下 一些危机也不远 那我们到场 没有办法全部的人一次都去 除非过年 那过年 有的人也跑不了 所以这些都是 大家个人的阴连不一样 可以大家有机会 我是建议可以去看看 如果需要的话 再跟慈师 再跟慈师讲 再跟慈师讲 请他安排一下 大家有利用假期的时间 去解解缘 或者你要去 什么过年 什么旅游 要去什么地方 也可以考虑去那个地方 那当然 你们家里有家人 家人的 家人的 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家还是以和为贵 也不要 一定要坚持我们的 大家可以建立 可以提出来 家人如果愿意 也可以一起去 解解缘 这个也是很好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那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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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 Kentucky